第二集 零四集 凤凰日麗是理想郊遊和行山的日子 愿望陆悠悠的樹林 心情都變得放鬆 咦!這兩棵白色的真是樹? 太陽能樹 其實就是2018年 在香港花卫展時 已經出現 Angeb 近期我們將太陽能樹翻新 然後將它搬來新田雨水賓房 繼續展覽和發電 在每一棵樹都有12塊油銀式太陽能板組成 它的發電裝機容量為360瓦 這棵太陽能樹設有LED燈帶 並且裝有感應器 晚上會自動著燈 即是由日後吸收回來的太陽能 可以為它提供電力 一般來說它可以自吸自足 即是日後吸收回來的太陽能 足夠全晚著燈的電力所需 而樹下也設有3個無線充電器 可以讓路人為它們的手機充電 除了太陽能樹之外 這個雨水賓房附近 還有不少的太陽能發電設施 合共耗資400萬 當中發電量最大 投資架高達290萬的 是這組浮飾太陽能發電系統 是驅務處第一個試點項目 新田速紅池 就是浮飾太陽能板 由70塊的太陽能板去組成的 除了太陽能板之外 還有下面一些 叫做 安排系統 所以它的成本相對會多些 這組浮飾太陽能發電系統 每年發電量有3萬7千度電 相等於11個三人家庭一年的用電量 連同附近其他發電系統 在正常的天氣下 足夠奔防每日的用電所需 甚至有多可以賣給電力公司 現在它的效益 其實我們還在看 但是如果照看每個系統的 裝機發電容量 浮飾太陽能板的發電量 是相對大的 由3月尾到現在 就產生到1萬4千度電 其實它的表現都達到 我們每個月的發電量的平均數 所以它的表現都合乎預期和理想 現在渠務署已經在核下 32個設施加入太陽能裝置 在21至22年期間 核下的太陽能系統發電量 合共148萬度電 相等於450個三人家庭 一年的用電量 儲房接下來會積極增加 太陽能發電裝置 特別是發電量高 最高的浮飾太陽能板 它所用的物料 可以抵受到不同的天氣變化 亦都適合在長時間浮在水裡 所以它維修的機會不大 但我們亦都會有一些 船仔 平時可以出去檢查 這個發電裝置的性能 還有有沒有需要去維修 相比起這些正規製造的太陽能板 最新的第三代太陽能板 3D打印就已經可以做出來了 如果我們可以好好開發到一些新的有機 我們叫它是有機半導體 可以把它放在一些溶劑裡 好像造成我們印報紙 或者一些印刷印刷 封面方面的油物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 連續捲對捲的印刷式的方法 就可以做到這個有機的油性太陽能電池 除了這個有機分子之外 有另外一種新的材料 我們叫它做鈣鈦礦 它都可以融在一個溶劑裡 但是當它乾了的時候 它可以變成一個半導體 亦都可以造成一個太陽能電池 傳統正規太陽能板生產過程 以至歸礦開彩的時候 都會被指造成嚴重污染 安裝的時候需要佔用較大的空間 設備比較重又只有黑色 主要適用在大型地面發電站 或者建築物的天台等等 但是第三代太陽能板 就可以滿足不同的需求 我們可以調整它的顏色 它亦都可以做到半透明 譬如我們可以將一個這樣的 太陽能薄膜貼在我們的窗裡 我們就可以利用到我們的窗戶 吸收太陽光 因為它是油性 它可以捲 你可以想像一下 譬如我們把它造成一個太陽能的窗簾 如果我們真的要用的時候 我們就把窗簾放下來 可以透過一個電動窗簾 將電帶回到我們屋裡 因為它都是彎曲 甚至可以在建築物有彎曲的地方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把它黏貼在上面 就可以用得到 譬如跟正規一樣這麼大規模 它的價錢一定會被正規便宜 到時的定價可能是正規的一半 除了窗簾或者直接貼在大廈外牆 地磚都可以成為太陽能板 目前已經進入了測試階段 商業潛力龐大的 第三代太陽能板研究項目 已經得到雙人的投資 產品有望未來一至兩年推出市場 在香港可能很多場景 可能是一些playground 我們都可以每天都走過 或者平日是曬著的地方 其實我們都可以有更多地方 利用它來拿到一個清潔能源 其實看到我們現在這裡就是快露磚 我們公司過去這五年 在香港接觸得到很多設計師 建築師 和一些綠色建築的朋友 其實我們都看到這個需求是非常之大的 太陽能是其中一種不會被消耗的可再生清潔能源 要戒強市民大眾對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認知 或者要改變我們固有的想法 一說太陽能發電系統 大家就會想起成本效益 我想帶出回本期 它不是衡量可再生能源成效益的唯一考慮準則 還有很多不能夠量化的價值 例如好像減少對化石燃料發電的依賴 和它對環境的影響 亦都帶起一個示範和教育的作用 其實如果我們香港來說 高樓大廈可以應用到我們第三代的科技 從我們原本的大廈去耗能 到可能我們想辦法去節能 到現在我們真正可以用大廈 去到有一個可持續的供電給我們 其實這會對我們真正減少能源的使用上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不 spokes累計時 鼓勵微laughs 鼓勵辱熱物 聲 recruitment 聲音支持 舉駁錶